歡迎收看 小明星 大學 2011年4月初的時候 當時我身體有點不舒服 於是去了看醫生 醫生的一句話 令我這一生從此不一樣 他跟我說, 恭喜你, Heidi 你有了孩子 我自己從小到大的性格 都挺獨立、自我 甚至你可以說有些任性 但我記得當我知道自己有了孩子 當時很清晰在腦袋裡出現了一句話 就是, Heidi, 你必須有更好的人 因為從此以後 我覺得我不是再屬於我自己 而我的生命 是在影響另一個小生命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我自己給了一個十秒的規條 就是當自己出現任何不開心 或者有什麼負能量的時候 我立刻叫自己冷靜 在心裡數十秒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但我很希望就是用這十秒 去令自己的負能量 轉化成為正能量 我很希望我的小朋友 永遠都是一個很開心、很正面 和一個很樂觀的人 2021年12月13日 是我人生很大的轉捏點 因為我正式成為媽媽 見到女女出生 除了覺得開心和感動之外 我更加強化了一個信念 就是我除了要做一個好媽媽之外 更加要成為她人生的第一個 也是最貼身的老師 因為我相信父母的身教 是小朋友最好的榜樣 如果你問我是屬於什麼類型的媽媽 我想我是一個多罪的媽媽 因為從駝嬰兒開始到現在也是 我會不斷地跟女兒說話 將身邊看到的所見所聞 不斷地形容給她聽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就像一塊海綿 你不斷在她身邊演繹 她就會不斷不斷地吸收 現在女兒都睡半了 我也開始覺得有點修成的感覺 因為暫時觀察 她也是一個很喜歡說話 很善意表達自己的小朋友 她看到任何東西 甚至乎看到陌生人 她都很主動地跟別人說她懂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有點我的遺傳 女兒現在一歲半 也開始為她計劃入學 我很感謝身邊有很多朋友 給了很多提示我 例如說Hidy,你要佈這個遊樂隊 你要選擇這個課程是最好的 這間學校也是最好的 在那一方面做資料搜集 了解更多的時候 其實一方面我更加要做的 就是要觀察自己的女兒 究竟她有甚麼性格 因為我相信其實沒有一樣的方法 或者沒有一套的方法 放在任何小朋友身上 是一定是最好的 反而因才私教我覺得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為女兒選擇 一個她適合的學習方法 對她未來成長或者學習 應該是更加事貫功倍 作為媽媽 我們將一個小生命 帶來這個世界上 其實自己都經歷了一個重生的 我希望跟所有父母都一樣 我可以牽著女兒的手 跟她一步一步一起成長、學習和經歷 我會將蓉兒成為我的終身學習目標 大家一起努力吧